据佛罗里达州官员称 一辆载有约53名农场工人的巴士 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西40号高速公路上 发生翻车事故 造成8人死亡 佛罗里达州公路安全和机动车辆部表示 约40名受害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 该部门表示 这辆2010款国际巴士在早上6点35分左右 与一辆2001款福特卡车侧华相撞 官员称 这辆巴士冲出高速公路 撞断栅栏 然后侧翻倒地 据报道 这辆巴士载着该地区一家西瓜农场的工人 发言人表示 出于对事故中遭受的损失和伤害的尊重 该农场将关闭 事故发生后 40号国道的一段路段也将在当天大部分时间关闭 请打开